今天狐狸猫跟小树蛙 到大卖场挑选新的手帕 小树蛙你看 这里有好多不同形状 大小造型的手帕 真的耶 有好多选择 这条手帕 以对角先对折 没有办法让两边对齐 真的耶 那我试试看我手上这条 我的可以耶 这条手帕以对角先对折后 可以让两边对齐折成一个三角形 你们知道你们手上拿的手帕 分别是什么形状吗 我的是正方形 我的是长方形 既然你们刚刚都发现了 以对角先对折后 正方形和长方形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就来更详细地了解一下 这些图形的奥秘吧 首先是正方形 什么是正方形呢 四个边等长 四个内角都是直角 没错 正方形就是综合了你们说的这两个条件 那么刚刚提到了对角线 我们现在就来想想看 正方形的对角线有哪些性质呢 答案ABC都是正确的哦 若你手边刚好有正方形的纸 也可以自己试着对折或画画看 会更清楚哦 好 所以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会等长 且互相垂直平分 那反过来也会对吗 两条对角线等长 且互相垂直平分的四边形 一定是正方形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在右图中的四边形ABCD中 对角线AC与BD互相垂直平分 且AC等于BD等于8 说明四边形ABCD为正方形 如果我们可以说明这个四边形ABCD为正方形 就代表符合两条对角线等长 且互相垂直平分的四边形 一定会是正方形 如果我们要说这个四边形ABCD是正方形 就要先说明到刚刚提到正方形的定义 四边等长和四个内角都是直角 没错 小叔阿汉狐狸猫的逻辑都非常清楚呢 那我们就开始咯 首先因为题目说对角线AC与BD互相垂直平分 所以较AOB等于90度 且因为平分 所以AO等于2分之1AC 将AC等于8代入计算等于4 另一边BO也等于2分之1BD 将BD等于8代入计算等于4 根据B式定理而知 AB等于AO的平方加上BO的平方开根号 将数字代入计算等于4根号2 这样就知道其中一个边长了 不过其他的边长应该利用同样道理也可以得到吧 没错 所以同理BC等于CD等于AD也等于4根号2 顾AB等于BC等于CD等于AD 这样就得到正方形的其中一个条件了 再来4个内角的部分 我们可以先把几个角编号 在三角形AOB中 因为OA等于OB 代表这是一个等于要三角形 所以角1会等于角2 但因为角AOB等于90度 角1加角2加90度等于180度 所以角1加角2等于90度 而角1就等于角2等于45度 我知道 所以同理我们可以知道角3等于角4等于45度 没错 而且如此一来 即可得到角BAD等于角1加角3等于45度 加45度等于90度 同理可得 四边形ABCD的四个内角都是90度 最后由第一点和第二点的结论可知 四边形ABCD为正方形 哇 这个过程好有趣啊 所以 等四边形的两条对角线 等长且互相垂直平分时 这个四边形就一定是正方形 接下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答案选A 这题的算法有很多种 狐狐狸猫是怎么计算这题的啊 首先从屏幕中的线索得到这个四边形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且等长 从前面得到的结论可知 这个四边形ABCD为正方形 从三甲型AOB中 根据B式定理可得 AB等于AO的平方 加上BO的平方开根号 将数字带入计算后 等于4更号2 因为这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面积这是边长4更号2的平方 等于32 原来狐狸猫是利用正方形计算面积的公式来得到答案的 那么 小数啊是怎么计算这题的呢 因为我看见题目说 AC与BD互相垂直 所以我把这个四边形ABCD的面积 分成两个三角形的面积相加 等于三角形BAD的面积 加上三角形BCD的面积 三角形BAD的面积是1分之1乘以底BD乘以高OA 加上三角形BCD的面积是1分之1乘以底BD乘以高OC 接下来把1分之1乘以BD提出来 等于1分之1乘以BD乘以关号OA加OC 因为OA加OC就是AC 所以等于1分之1乘以BD乘以AC 最后将BD和AC数字带入计算 即可得到四边形ABCD的面积等于32 哦 小数外用的方法是当这个四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时 也可以计算出答案的方法 不过两个人的答案都是32是正确的哦 这里我们统整一下小数蛙球四边形面积的这个方法 当四边形的两对角线互相垂直时 根据小数蛙刚刚描述的很清楚的这个步骤可知 此四边形面积为两对角线长乘积的一半 之后我们看见其他对角线也互相垂直的图形时 其面积也可以透过这个公式去计算哦 在今天这支影片中 我们复习了正方形的定义是四边等长和四个内角皆为直角 再来从正方形两对角线的性质去验证了 只要四边形的两条对角线等长 且两条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 则此四边形为正方形 最后我们发现当四边形的两对角线互相垂直时 其面积会等于两对角线长乘积的一半 今天知道了正方形的这些性质后 下次我们就要来看看 长方形又有哪些特别的性质呢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 拜拜